我刚刚看到你的简历的时候 31岁很年轻 我还跟傅强老师讲 我说我当时读新国大的时候 我还不到35岁 我另外首先说我选择 因为我是在一个特殊的阶段 我的女儿是刚刚还不到两岁 比较小 然后我在香港工作 我是认为我个人到了一个瓶颈期 然后我就需要我再有一个新阶段的提升 但是读了新国大之后 首先最大的一个感受是 我的思维体系 我的逻辑思维非常更成体系了 然后我在考虑很多问题的时候 我不再是很多碎片化的 或者从一个点去看一个问题 因为我是做投资的 做投资的是一定要多元化的思维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会通过每个同学的思维的不同 在我看问题时 他们会给我很多的意见 我的国际化视野 还有我的眼界也开了很多 就让我变得更加有自信心 第三个 我是一个母亲 我希望给我的女儿 做一个新时代女性的一个榜样 那我去新加坡读书之后 我变得更加自信了 我看问题的角度也更宽了 然后我整个人也变得更柔和了 我觉得知识丰富了我的灵魂 我在她面前再展现出来的这个女性 她有妈妈形象的时候 是更好了 她也会非常以妈妈为荣 第四个 我的这么多的职场生涯中 我创业过 我在外企 在央企 到后来通过新国大 我对我的整个的职业规划 也做了比较大的调整 然后也通过新国大 我也给我带来了很大的促进 就是因为新国大 它的学术的严谨性 然后从一个其他的角度 它的一个名校的背景 第五个 我是目前为止 我是新国大校友会 华北校会的秘书长 然后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大家庭 通过新国大华北校会 我把我们所有的校友 华北校聚集在一起 也是一个大家庭 然后这个大家庭也会承载我们很多 就是读了新国大之后 从2014年到现在8年的时间 我觉得我整个人 跟大家开玩笑 我说我的形象上 逆生长了更年轻了 灵魂上然后更自由了 精神上更富足了 知识上更积淀了 而且我们新国大讲究的是 终生学习 而且我们的理念是 我在我们校会讲的是 我们要有趣的灵魂 把优秀当成一种习惯 与智者为伍 所以说新国大对我改变很多 我为什么要选择新国大 我为什么要选择国内的 这个也是我当初面临的一个问题 谈一下我的心态 你通过我的心态来借鉴一下我的想法 第一呢 那我当时想我如果要赌国内 我什么时候都可以赌 那我要的是什么 我缺的是一个国际化 真正是需要提升我国际化的事业 第二个很多人考虑 比如EMBA 可能会想着我需要很多的人脉 或者需要很多的资源 但是我觉得到我们那个年龄 我们已经不是需要混圈子了 我们是需要真正的是提升自我 以及跟头部的很多机构 大家都形成了一种联盟 你完全不需要在这个圈子里边 再去混你的一些资源 你真正需要的是在这个阶段提升自我 而且你本身公司就在新加坡 所以说你最应该选的是新加坡 第三在站在新国大的角度上 新国大作为是亚洲排名第一的大学 我们中文EMBA是全球唯一第一个首家 开了今年已经31班了 是中文EMBA这个课程 师资就更不用说了 而且另外一个角度 他的同学是多元化的 有来自新加坡的 台湾的 香港的 东南亚 其他包括我们中国大陆的 中国大陆很多同学的公司的业务 很多都跟新加坡 跟国际化相关的 所以新国大EMBA这个学员的组成 跟国内又是完全的不一样 另外加上新国大校会 富强老师经常就说 我是新国大华北校会的秘书长 我们校会一直是保持重量 新国大还有一个理念是终生学习 我们是把学习当成一种生活习惯 定期的各种分享交流 那种长期的这种驱动力 就让你不能去松懈 我更加希望加入新国大的校园 是跟我们的三观一致 气质相同的 国际化的 有视野的 而且基础的这个学术水平 而且很多新国大的校友 本科 很多的本科研究中毕业 都是国内很好的院校 甚至国际化的 所以你加入这个大家庭 你选择这个大家庭 一定会让你有所不同 包括还有一个 你如果读了新国大以后 你再回答我们今天问你的 这所有的问题的时候 你会变得跟今天更不一样 我脑海里作为校友 我想的最多的是 我们其实需要这样 有趣又有创新 用理念的校友来加入我们